她就跟我們約了在她的飯店 紐約飯店 兩個男記者上去 我們後來跟她去吃夫妻廢片 四川菜帶我們吃辣死了 可是我跟她飯店跟她採訪過程中 採訪完了 聊天完了 拍照對不對 就露點了啦 還不用走紅地毯 去吃個夫妻廢片就露點 真的 夫妻那邊是紅 後來帶我們去吃夫妻那邊 前面拍照就露點了 就第三點就露出來給我們拍了 你整個笑還露了手機啦 她明明就笑得很開心 不是 第三點是什麼 我跟你講她沒有故意 她就穿很短的裙子 她坐在沙發上擺姿勢嘛 那其實你們沒有穿underpants 沒有穿underwear 第三點 對 就這樣啪就露出來了 那我們自己跟她 我們不會拍嘛 因為我們去 你不用拍 你只要一看就好了 我們當然 我們當然不會拍下來 也不會去跟出來 因為我們是好朋友 我就說她之後帶我們去吃夫妻廢片 帶我們去吃紐約 最有名的夫妻廢片 我們怎麼可以跟她拍 不可能 但是我們真的看得很清楚 可是我跟你講 她不知道 她最好是不知道 她最好每次都不知道 她拍的時候整個渾然忘我 她擺姿勢 擺姿勢 她擺非常 她擺非常 她擺非常妖嬌的姿勢 她其實對她這個露點 因為她常常在國際 她也有說法嗎 不會吧 她在柏林坦承都露完了 很多外國媒體也拍她露點 所以她只要走紅地坦 一定有新聞嘛 這麼好看 所以就有媒體問過她說 妳是怎樣 妳到底真的 妳是故意露還是不小心穿幫的 她的說詞就是 所以她講話出來一個論調 才會讓別人不像 剛剛懷疑說 那相機跟雜誌都怎麼回事 她就說呢 其實我身上住了很多小精靈 小精靈 小精靈 她說我出去 她好憋 她好緊 她說我想去呼吸一下 新鮮呼氣 就放出來 出來見客 出來見客 她這個講法就好像 我們前段時間流行的說 長輩要出來見人了 長輩要出來見人 長輩要出來呼吸一下 新鮮呼氣 對不對 她那個年代就是 她其實很少講這個話 這是上一個世紀講的話吧 對 她就說 我這個小精靈當時被憋了 想出來呼吸 見下陽光 在砍著山下 見下陽光 她說我有好多小精靈 有的小精靈是演 有的小精靈 今天跑這裡 明天跑那裡 後天跑這裡 跑來跑去 對 還有的小精靈是演戲的 有的小精靈是走秀的 很多小精靈 她身上做了很多很多小精靈 對 這個是大陸四川去的 也算是華人裡面的大明星 白玲 在機場偷東西 其實偷東西的大明星 不只她一個 還有比她更大的 而且不是像她形象這麼奔放 人家是玉女來的 對 這個維若娜瑞德 大陸印象深刻 那時候剪刀手愛德華 有沒有 當時她就是以一個 比較搞怪的形象出道 可是那時候 因為沒有那樣子的演員 所以很多人喜歡她 她也跟我們的這個 強哥 強尼大補交往過 甚至論及婚嫁訂過婚的 後來是她把強尼大補甩了 想不到吧 居然是她甩了強尼大補 對 但是這個女性她怎麼了 她居然在她最事業巔峰的時候 做了一件事 她去逛百貨公司 然後逛百貨公司的時候 就順手牽羊了 她簽了什麼呢 她拿了價值15萬5000塊的 一個衣服服飾 剛剛才23塊 對 她23塊 白玲多節儉 你看 對啊 而且人家白玲講說 我跟男朋友吵架 講到忘我了 這有可能 但她的理由是什麼 你知道嗎 她被抓包之後 她是說 人家問她說 妳怎麼會偷東西 她身上有帶信用卡 還有帶現金 而且妳已經是一個 已經是一個當紅的女性 妳有必要偷嗎 她說我沒有偷東西 妳們真的誤會我了 聽說她出庭的時候 當場是哭的 精神 情緒是崩潰的 她說我會做這樣的事情嗎 妳們覺得呢 妳知道美國陪審團制 對不對 就很多人坐在下面 妳要對陪審團講 我怎麼可能會做這種事 我是誰 我是維諾大瑞德 我怎麼可能做這種事 因為我要拍一個戲 是導演叫我去揣摩那種 偷東西的感覺 我是要拍戲的 所以她是敬業來的 她是說她是因為要揣摩 我們常看到很多藝人 出爆的時候會講說 因為我要拍一個戲 對不對 所以那個時候 其實有一個是電影界的 陪審團有個電影界的製片 她聽她這樣講 就說 那最好是那戲什麼時候要拍 導演是誰 那是誰叫妳講的 不是妳口裡講出來就OK的 所以她隨便講了一個導演的名字 那人家要傳這個導演來當證人 你知道證人都要摸那邊 以上如果說謊的話 我就怎麼樣 所以這時候講不出來了吧 戲也沒有拍 那又有證人 而且妳東西的確被抓到 那妳如果真的要揣摩的話 妳偷了 妳拿了之後 妳就放回去嘛 她不是耶 她是把裡面的 她把標籤剪掉了 剪掉了 多那個動作 人家百貨公司是告她什麼 偷竊之外還有什麼 懷疑她是不是要偷這個東西 拿回去變造幹嘛 商標也侵權 反正就是被控三個罪名 最後三年緩刑發 480個小時的社區服務 那這樣子就罷了嘛 所以她那時候就被 冠上一個封號叫做 玉女神偷 神偷玉女這樣 以為 是死腦部電影 這是滿好的電影名稱 對 那我們本來想說呢 因為這樣子的事情呢 這重創她的形象 因為妳是大明星 怎麼會去偷東西呢 對不對 沒有想到六年後 她這個玉女神偷 她又手癢 她真的又在偷 對 就是美國的這個雜誌就爆料 說呢 維洛納瑞德 居然去一個藥房 這次偷的東西沒那麼貴了 她偷什麼呢 她偷化妝品 有些藥妝店她都會有感應的 對 妳走出去就嗶嗶 嗶嗶就是 包包裡面有什麼 對不對 然後她走出去就嗶嗶嗶 這時候演技一定要發 要表演一下 對不對 被抓包了嘛 然後就What's going on What's wrong 之類的 對啊 我辦了什麼說 怎麼會嗶嗶叫呢 警衛說 妳的袋子打開我檢查 那她也就打開了 這是什麼 化妝品被抓到嗎 她說Oh my God 為什麼她會在我的包包裡面呢 她也不知道這東西 怎麼會來的 那妳想想看誰相信 為什麼會有人拿東西 丟到妳的包包裡面呢 對不對 所以這個事情 登上了版面之後 它的形象更是跌到 最後因為妳 如果說偷東西 妳一定要有 所謂的報案紀錄 是查不到 但有一說是說 因為這個店家 認為她已經夠慘了 反正東西也沒剪標籤 就算了吧 幾百塊東西就算了 就放她一碼 但是呢 因為維洛拉德德 因為這個事情 那個形象更糟糕 她就開始逐步出戶 反正 如果真的我有偷東西的印 那我就不要出門 真的 走出去就是麻煩 走出去就要惹禍 她改成都在家裡 上網的東西 但是呢 她買了一堆東西回來 也不穿也不用 塞了整個衣櫃都是 然後呢 因為她也不想要接觸人群 然後呢 她也不想要出門了 就在家裡很宅 被解讀說 她是不是精神上面 出了什麼樣的問題 甚至呢 還說她請了一個外傭 人家通常都要請會講英文的 對不對 她不要 我要請那個 比方說墨西哥 對 不會講英文的 最好 為什麼呢 因為我不想跟任何人講 她只要來打掃 幫我收東西就好了 所以當 那個 我們強哥不是要再結婚了嗎 有人去問她 她就說 我真是搞不懂 妳知道嗎 就是這種話她也講 當年妳不是也喜歡 對啊 我才搞不懂 當年妳怎麼喜歡她 所以等於說 我們這個神偷玉女 現在的精神狀況堪憂 文文 你們這麼會算星座 每次講到這個座怎麼樣 那個星座的男人怎樣 女人怎樣 我們都覺得好準 所以沒有人敢呼嚨妳吧 應該是有的 那剛才聽的是 很多藝人出包的案例 其實命理老師也會出包 為什麼呢 我們首先要爆料一個 男命理老師 她有通靈 開天眼 而且她是非常有知名度的 並且不是蔡上基老師 對 並且不是蔡上基老師 因為蔡上基老師 並沒有開天眼 這個是走通靈系列的 因為命理市場競爭很激烈 所以每一個老師 只要逮到機會 就會講一些很誇張的言論 為了上頭版頭條 有一天這個老師 我跟她上節目 現在來了一個女藝人 又來很多記者 因為那個女藝人很紅 所以這個老師 通靈開天眼的 她看那麼多記者 她整個就是嗨 就嗨起來 她就開始說 我要通靈了 大家請安靜 要通靈 安靜 她說 我感受到了 她跟那女藝人說 妳前世是... 那因為林青霞跟秦翰 住的地方 其實就在對門 對 所以除了要拍林青霞 也希望能夠拍到秦翰 我們就趁著就是 好像有清潔的阿姨 要坐電梯 就跟著她進去 那時候其實除了我們之外 還有水果日報的狗仔 但是有住戶看到 你們在幹嘛 就跑下去跟那個 警衛伯伯講 那我們就被抓到 就是要趕下去了 我們坐電梯下去 八樓 到七樓電梯門打開了 就一個男生玉樹臨風 就走進來 然後看到我們還點個頭 那我們也不知道是誰 對不對 隔天報紙一打開 天啊 原來跟我們做PPM的 那個男生是...